火鍋就是我的最愛嘛 我這個No.1的排名就是雷打不動的 火鍋的話我是必吃的 麻辣牛肉 毛肚 鴨腸 腦花 然後肥牛 千層肚 什麼冬瓜 火片 土豆 然後貢菜 包括午餐肉 然後脆皮腸就各種各樣的 只要是能夠煮在火鍋 這個鍋裡邊的東西 我基本上都吃 有一個想問你 不知道你們愛吃什麼 貢菜 我也是在可能店吃火鍋的時候 我們桌的人會有人 日本愛吃這個 我吃第一次吃 之前我都沒有吃過 我自己特別喜歡吃四川的就是火鍋 對 然後其餘的一些小吃的話 像甜水麵 中水餃 還有夫妻肺片 有什麼浪漫太多 但其實在城屋除了火鍋的話 還有各種各樣其他的美食 像中水餃 甜水麵 然後夫妻肺片 紅油兔釘 冰粉 老麻蹄花 就琳瑯滿目層出不穷 那有沒有就是您印象非常深的城市 或者說印象非常深的美食呢 印象非常深的城市 成都吧 是因為我那次很匆忙 就是我落地大概住住了一個晚上 就要一個飛走了 然後是參加一個雜誌的活動 但是我在那兒就真的隨便點了一些外賣 然後點了一個什麼冰粉啊 然後中水餃啊 甜水麵之類的 然後我就吃到飯這樣 真的隨便點 然後因為我很適應 城屋的那些美食 包括火鍋也非常愛吃 所以我就覺得 城屋真的是一個非常適合生活的地方 你不停在一起